各位投資朋友們 中秋節快樂 我是任君老師 今天是中秋連假 我們在節目也不要太過於嚴肅 我們用聊天的方式來聊一聊 這個股票市場的操作 首先我想問一下各位投資朋友 如果說每次到中秋節的時候 你會聯想到什麼樣的事情 你有可能聯想到月餅 或者是月亮 又或者是烤肉 那我其實洪老師 我其實聯想到一樣東西 我聯想到所謂的一個叫做蛋塔的東西 那這個蛋塔跟股市有什麼關係 這個關係可大了 各位投資朋友們 我不曉得你們有沒有看過這一家公司 叫做蛋塔工廠 他在十年前的時候真的超紅的你知道嗎 那我之所以會聯想到他 因為蛋塔就看起來就像月亮一樣嘛 都圓圓的黃黃的 而且也長得像月餅又可以吃對不對 那所以我就想到說 其實十年前啊 這個蛋塔工廠超紅的時候 那時候大家都在排隊買蛋塔 可是呢沒想到這家蛋塔公司啊 開沒幾年喔 不到一年的時間就倒閉了 他很快的就消散掉了 就消失在市場裡面喔 那其實啊我們再去回過頭 再去想這個事情的時候啊 你會發現到說 很多投資朋友們 都喜歡一窩蜂的去搶購某一些的股票 或者是說趕快喔 今天人家買什麼股票 你趕快跟著下去做一個布局的動作 那就很像當時啊 蛋塔在熱的時候一樣嘛 就很多人會去瘋狂的去開蛋塔店啊 當你左邊一家右邊一家 你走到哪裡都是蛋塔店的時候 那蛋塔這個生意很快就不能做了 他很快就不能做了 同樣的 我在做股票的時候 我也會常思考這件事情 我今天買股票我不是要買最強的 但是呢我要買什麼 買他未來會強的 可是同樣的我要避開啊 我要避開什麼 避開一些個股有沒有 他以前很厲害 可是呢未來會消散的 他未來會打回原型的 就很像蛋塔店一樣 像類似這樣的標的 我自然我們也要想要去做一個避開的動作 所以呢我一直常跟大家談說 未來是一個電子股的行情 因為第一波的資金效應 那時候呢 大盤加權股價指數 從一萬五千一百五十九點 那個位置點上面對不對 然後漲到了 漲到了一萬八千多點 新台幣大幅的升值 從二十七塊錢升 從二十八塊錢升到二十七點五元嘛 我說那時候是第一波的資金行情 漲的叫做鋼鐵 漲的叫做航運 可是我相信啊 各位投資朋友們 你們在那一波 第一波的資金行情裡面 大部分都沒有人去做到鋼鐵航運 都在做什麼 IC設計啊 那時候IC設計最紅啊 可是你會發現到 當大家都在搶IC設計的時候 漲的不是你想要的 等到呢 現在呢 大家都在搶這個所謂 鋼鐵航運的時候 最近漲的股票也不是你想要的 也不是你手上有的 這個就是我常講的 就是那種彈塔效應啊 彈塔效應 所以我說台北股票市場 未來會有第二波的資金行情 因為呢 你就整個新台幣的走勢來看啊 最近又開始大升值對不對 從28塊錢又升到了哪裡 升到了27.5元 哇 資金大幅匯入喔 大量的資金往台股來去做移動喔 那當時你去看喔 8月20號 也就是新台幣開始做轉折的那一天 剛好就是整個行情最低點 16248點 準準喔 都沒有差 都一點差都沒有 當天就是最低點 那你就看到說 其實台北股票市場 我知道現在很多人都覺得很悲觀 可是我看到錢了 我看到資金的流向 那現在最擁擠的地方在哪裡 在傳產類股啊 很多人都很想買鋼鐵 很敢買航運有沒有 然後呢 甚至最多人跑去哪裡 跑去做放空 但是我從資金的流向面 我看到了一件事情 當大家都不願意做多的時候 當大家都不願意買電子股的時候 就是電子股開始的時機啊 所以我說彈塔工廠的效應開始在啟動了 尤其是資金行情第二波啊 那我第二波漲的股票 絕對不可能跟第一波一樣嘛 那第一波漲的叫做鋼鐵航運 那第二波要漲什麼 漲的就是所謂的電子類股 所以你就看到說 稻窮指數再跌 可是美國股市創下 這個費半指數創下歷史新高 這是我早上跟各位投資朋友們聊的嘛 我說默默的 這個悄悄的這個費半指數 砰一升上來有沒有 他居然突破了之前的高點 這之前的高點不是一天兩天的高點啊 他是歷史新高耶 那你覺得台北股票市場 未來不會漲電子股嗎 連費半指數他都過歷史新高了 那你覺得資金不會往台灣的半導體 下去做移動嗎 所以我說你現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要把資金做好配置 要把資金做好規劃 有一些像什麼傳產類股的部分 就要開始去做調節了嘛 當然你的老師會告訴你說 從他的EPS的角度來看是很好的 哇長榮今年可以賺三十塊啊 亞米也可以賺三十啊 股價一百多塊錢太便宜了 可是我說買股票 本來就要買在趨勢的前面 當人家在還沒有漲價 海運在沒有漲價之前 他就不好舉了 可是呢當人家都已經告訴你說 哇現在達菲海運他要動漲 他引發震撼彈的時候 我相信你要開始去做調節的動作 因為很多的訊息 我告訴你是半年之後你才會知道的 可是股價先領先反應啊 否則為什麼會有人在這個地方有沒有 長榮為什麼兩百三十三塊錢 這個地方就有大量的資金來去做調節的動作 那正常來講啊 如果長榮真的這麼好的話 為什麼股價跌了都已經腰斬了 都已經對折了 他會漲不上去呢 那就是有人看到未來嘛 知道說我接下來動漲 那我動漲的下一步叫做什麼 降價啊 那我只要這個海運的價格 它都現在航運股的價格 已經反映到十年後的未來了 那我未來只要稍微喔 那個價錢喔 它只要不漲 那拍謝 就很像那種拉長的橡皮筋 啪一聲就斷掉了 就很像當年我一直跟大家講的啊 口罩股 它不是也是這樣子的嗎 這種標的就很像蛋塔一樣 它沒有特殊性 你今天我可以做蛋塔 你也可以做蛋塔 每一個人都可以拿來做蛋塔生意的時候 這種標的啊 我說實在的 做一個短粹就好了啦 做一個短粹就好了 你把資金抽出來 你要去找到未來喔 可以複製傳產股奇蹟的股票 這叫做電子類股 尤其是現在大家很奇怪耶 很多的電子股喔 其實今年的獲利都很好 可是啊 就乏人問津 大家都不想買 那我覺得很好啊 你從它的EPS的角度去看 你從它的獲利能力的角度去看 我告訴你 真的太便宜了 真的太便宜了 那大家都不要便宜的股票 每一個人都想要去追求航運的時候 想要去追求鋼鐵的時候 那就是我們 率先在底部布局的機會 因為當這個外資一進來 來買了 來買這些所謂的半導體族群 來買這些所謂的電子股的時候 我相信這些所謂的鋼鐵航運的資金 它又要回來追了啦 所以現在是一個底部最好布局的時機啊 可是呢 我也不是說 每一個所謂的電子股 它都能夠買 你如果是買面板 你如果是買記憶體 我覺得那個機會比較小 可是呢 如果你是買改變世界的新科技 因為這個東西現在還沒有 但是未來會很多 包括了車用的部分啊 包括半導體的部分啊 這個你現在都還看不到啊 你有看到很多的電動車在路上跑嗎 沒有嘛對不對 你有看到自駕車 現在的車子自己會開嗎 也沒有嘛 可是重點是它未來會有啊 而且這個實踐的日程 已經越來越近了 已經越來越接近了 所以當它越來越接近的時候 有一些廠商 比如像說Apple的部分 比如像說Google的部分 他們經過這十幾年來的開發 其實已經達到了一個完成的境界了 所以蘋果現在要告訴你一件事情 它最近在拜訪日韓廠商有沒有 它準備在2024年推出Apple Card對不對 那你如果要推Apple Card 這兩年就要開始動作啊 它不是等到真的要推的時候 才傻傻的去找人嘛 不是這樣子的 它要先下去做一個佈局的動作 包括微木的部分 三年之內有沒有 它要進駐舊金山 也就是說它要開始試營運喔 那微木是誰 投資朋友可能不曉得 它就是Google的轉投資公司 專門在做自駕車的 那也就是說 現在Google自駕車研發 已經到一個完成的階段了 那當它完成之後 未來要去做這個車子 它要找廠商啊 那它會來哪裡找 來台灣找啊 當然是來台灣找 所謂的電子代工廠嘛 所以為什麼 紅海它要去做MIH大聯盟 我相信這背後 一定有蘋果的支持啦 它有蘋果在幫它推一把啦 所以當蘋果開始要告訴你說 我現在要開始做汽車囉 我要開始做汽車囉 那當然就是叫紅海 開始下去做設計嘛 所以紅海就設計了一台汽車 叫MIH集團的車子嘛 那最近十月份就要發表啦 它要發表啦 當我的MIH集團的車子 開始出現的時候啊 那就代表整個汽車時代已經改變了 所以你會發現到說 你如果最近都在買鋼鐵 好 我們同樣的喔 你買2002的中鋼 它可能就長這樣就下來對不對 那我告訴你喔 如果你是買汽車相關的 2201的玉龍有沒有 你怎麼想都沒想到啊 它居然會砰一聲上去有沒有 連續12345紅耶 那重點是最近大盤在跌 結果玉龍居然創新高 這就是現在之間的流向 它已經在改變了 車用電子的題材會越來越熱門 會越來越多元化 但是你在操作的時候一樣啊 我不是叫你去追玉龍喔 有很多相關的族群 它如果在底部準備要起漲 開始有人偷偷在佈局的時候 你如果可以走在趨勢的前面 你自然能夠取得最大的利潤 所以呢 待會廣告回來 我們要聊的是 有哪一些標的我看到的那個機會 而且它跟車用有相關的 我們先進廣告 中秋加節 夜圓圓圓圓 運搭頭部 祝您 國家圓圓滿滿 加節里 588 再加一 加節里 588 再加一 加節里 588 再加一 中秋加節 夜圓圓圓圓圓 運搭頭部 祝您 國家圓圓滿滿 加節里 588 再加一 加節里 588 再加一 舒服帳線 02 2781 0909 2781 0909 大家好 歡迎回到 股市任我贏的節目現場 那先祝各位投資朋友們 中秋加節愉快 再講一遍 那在中秋節後 我認為資金行情的效應 它會回來啦 那你現在看到了很多 亮縮的格局 它基本上都會改變 可是第二波的資金行情 跟第一波會出現 很大不同的變化 因為現在市場的結構 也不太相同了 有很多的以前 就是很熱門的標的 其實它已經反映過了 它已經反映到 十年後的未來了 所以我們現在要找的 就是說 有一些機會點 現在還沒有抓到的 現在很多市場上的專家 都還看不見的 那我覺得對我來講 那才是我有興趣的東西 所以我一直focus 在車用相關的族群 包括七月份的時候 今年七月份啊 每一個人都在封鋼鐵航運 我相信你那個時間點上面 你打開電視機 只要有跟股市相關的節目 每一個人 都叫你買鋼鐵 都叫你買航運 可是呢 就有一個老師很奇怪啊 他就叫你要去做 改變世界的新科技 當你在做鋼鐵航運的時候 他在做巨響 漲了57% 當你在做航運股的時候 他在做腹底 漲了72% 當你在做所謂的鋼鐵的時候 他在做尼克森漲了40% 甚至 帆軒比較少一點 也漲了十幾%左右嘛 那這一些個股 都是改變世界的新科技啊 他們都是車用相關的族群 包括巨響的部分 大家可能不對他不熟悉 可是我說當時 我就很明白跟他講 他就是做車用鏡頭的模具嘛 那MOSFI呢 因為他切入了車用的關係 所以呢 現在MOSFI的大廠 他把產能都轉過去了 那造成缺貨啊 所以他的價錢就往上提了啊 可是我在買這些股票的時候 我也要提醒你一點 我不是等他漲上來了 才去追 我當時買附頂啊 當時 我在買附頂的時候 是在這個位置點上面72塊錢嘛 那一路的爆爆爆爆爆 一直到125塊錢的時候 我到這個位階點上面 我才把它除掉啊 那我要的是這一段的價差 我不是要他一天兩天的漲跌 那你在中間的洗盤的過程當中 這中間洗過非常非常的多次哦 可是你只要在任何一個時間點上面 你把這一支股票賣掉了 那不好意思 後面大漲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 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我也不是叫你去追股票哦 我買的位置點上面 都是強勢股買短線上拉回的時候 因為我要走在趨勢的前面啊 不是等到大家都在開 開彈塔電了我才要去開彈塔電啊 我在大家還沒有發現到這個商機 我先下去做切入 這樣我的獲利最大 我的風險最小 這樣做不才會賺錢對不對 這樣做才會 做股票才會傷勢啊 所以當時我跟大家講說 其實整個車用並沒有結束啊 甚至未來整個Intel的執行長也講嘛 半導體未來的原料成本 會佔整個新車成本的20%以上 2019年才只有4% 才只有4% 那你想啊 當我未來整個新車的原料 都越來越多的時候 佔的這個電子的比重越來越高 那就代表這個市場是在擴大了 這個商機是越來越強的 所以有很多的個股 已經開始偷偷有人在買 有資金在做進場佈局 但是進場佈局的標的 跟我之前做的完全不一樣 你說副頂還能不能再買 我講實在的 當我都已經賣完了 頭型都做出來的時候 這種股票我暫時不會再去碰它了啦 那尼克森也是一樣啊 我等他慢慢的逐彎底部之後再說啊 可是呢 有一些這個是大家忽略掉的 可是開始有資金在買的 這個我就有興趣囉 因為它是特斯拉的相關供應鏈喔 也是做汽車的重要的 這個神經網絡的線材 那也就是說它的技術能力是強的 它的技術能力是強的 但是呢 現在大家忽略掉它了 大家把它給遺忘掉了 也因為大家遺忘的關係 我才有低檔可以做承接啊 我才有低點可以買啊 那資金的流向已經告訴我 主力的成本區間在哪裡 量佔比從500來到160 今天突破創下新高對不對 月線向上還會上 量縮回檔 我覺得它會繼續漲 但是前提是你的買點一定要是對的 不是用6的啊 不是用追價的方式 那當然除了這個所謂的線材的部分 還有這個啊 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談的像CCL啊 我昨天跟大家講這些標的對不對 那裡面呢 除了台光電今天比較弱以外 重點在於說26213的連貌 這是CCL 這個電動車裡面一定會用到的東西 今天創新高了 它今天創新高了 不要小看今天的新高喔 這個新高是所謂的歷史新高啊 你還原全職之後 它變成它創下歷史新高了 所以過去啊 因為疫情的關係 有很多5G的建設被hold下來了 怕被往後延了 那可是呢 車用電子呢 它的需求太旺了 所以導致說 現在的CCL價錢 又開始要去做調漲的動作 那加上銅價下跌 它原本的成本就降下來啊 可是我的售價沒有降 我的銅價格下來了 所以我未來的毛利會怎樣 提升上來啊 所以我才會跟大家講 這些股票都有人在買 有資金在做進場布局的動作 如果你從資金的流向面去看 你會發現到 哇 這個都是大量喔 資金開始在做布局喔 那相較於所謂的航運股好了 2603的長榮 它就一路的量縮下來 完全都漲不上去啊 那你說現在人家就是只是想出貨而已 如果我的成交量一直都只有賣壓 那我股價怎麼會漲得上去呢 我當時在做鋼鐵股的時候 我講實在的喔 威治一股才11塊而已啦 可是我不曉得為什麼漲到60幾塊錢的時候 才有一堆人 才有一堆老師在那邊講 鋼鐵很好 鋼鐵很好 但是他們在講鋼鐵很好的時候 奇怪耶 11塊的時候都沒人在說對不對 當時我在講威治的時候 它才11.55元有沒有 它才11塊半而已啊 所以我一直在強調就是說 我都走在趨勢的前面 但是有時候可能走得太前面了 大家可能看不太懂 但是這樣也好啦 才不會有人去弄亂我的籌碼 才不會有人跟著一窩蜂進來的時候 就像附頂一樣啊 等到大家都知道的時候 就已經怎樣 來到相對高檔區了 所以操作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你要怎麼在別人看不到的時候 你就先下去做佈局的動作 所以我在買很多股票的時候 我買它的原因 不是因為它現在在大漲 而是我預判到它未來會大漲 這個才是一個分析師 應該要有的一個責任對不對 所以當時我在買 我說半導體啊 因為車用太熱門了 現在的汽車的電子太熱門之後 造成半導體也做了緊缺嘛 包括Intel的部分 告訴你未來車用半導體 會成長五倍 那所以呢很多半導體 從晶圓代工開始 從材料開始 從設備開始 都會有一波很大的需求爆發起來 所以誰說電子股沒機會 電子股機會大了 只是你有沒有看到而已嘛 那我說從半導體原料 開始去做一個切入 因為很少人注意到半導體原料 所以我當時在買聖衣啊 那時候我在買的時候 它沒有漲耶 來到127.5元 可是我怎麼知道它未來會漲 因為量佔比告訴我一件事情 這一根大量出來有沒有 大量長紅去做突破 那當然有人在這個地方 已經做好佈局的動作 但是你不是等它大漲的時候 去做追加 你要等它拉回的時候 量縮回檔 未來會繼續漲 所以我買在這個位置 127塊 那你就看到說 聖衣後面怎樣 漲到了138.5元 然後再往上漲到哪裡 漲到145.5元 我說量大高點不是最高點 所以未來還是會突破啊 所以你就看到1773的聖衣有沒有 最高的位置點上面來到158塊啊 那你的位置點如果買在這個地方 那你在震盪整理的過程當中 創下新高 第一買自然你高檔 你可以去做調節 可是重點是我認為 量大高點它不是最高點嘛 強勢股拉圍還是要去做布局的動作 車用太熱了 因為車用電子很強的關係 帶動半導體的需求開始暢往 那半導體需求也會帶動半導體材料啊 這個是邏輯 它是一個思考的一個方向嘛 所以最近開始有人在聊了 包括1727這個中華化有沒有 切入半導體原料啪就漲上來了啊 甚至1711的永光 第三代半導體的原料就漲上來了 但是我覺得啦 真正有切入半導體原料的 還是在聖衣身上啦 還是在聖衣這檔標的啦 所以包括在半導體原料裡面 我覺得未來的前景無可限量啊 但是在買的時候一樣你要 你要先預判到它會漲 不是買它大漲 像這檔深茂 然後9月8號的時候我下去做切入 我下去做布局的動作 當時也是量縮回檔量占比 從700來到350 但是我會買它是因為 這根大量長紅出來的 看我節目夠久的投資朋友都知道 我之前有做過它 我在買它的時候三十幾塊錢 那時候我們大賺了四成離開嘛 賺了四成我們獲利了解 但是這是我第三趟來去操作它了 那我看好它的理由很簡單 高階封測的席高 它已經要開始出貨 現在小量式的喔 那半導體需求這麼旺的情況下 能夠做到高階席高的人 它未來的成長率絕對相當的可觀 甚至呢它還有切入 Mini LED的產品 甚至Micro LED的產品 甚至最熱門的 現在最夯的叫做什麼 Space S嘛 就是所謂的太空科技啊 那你知道嗎 它的席高也已經切入 所謂太空科技的市場了 它是Space S的供應商啊 所以我說 有一些公司它具備很好的技術 很好的成長前景 它不是所謂的鋼鐵 也不是所謂的航運 但是呢如果你懂得 逢低下去做佈局 即使行情在震盪整理的過程當中 你完全不會害怕啊 因為9月8號我買在這裡對不對 大盤的位階 從這個地方開始跌 有沒有開始做修正啊 可是呢這檔股票呢 它已經創新高了 那我看的未來是很長遠的啦 我覺得說台北股票市場當中 由測用開始帶 會有非常非常多的商機 它正在等著你喔 可是呢你在操作上面 如果說你真的沒有辦法 改變你原有的觀念的話 我建議你直接跟上腳步來喔 現在呢我們有一個中秋節的專案喔 那今天也是最後一天的 那我希望就是說 我找一下 各位投資朋友們 就在這個中秋節的時候 好好的在家休息以外 你也可以打通電話 你來問我看看 要怎麼處理你手中的標的喔 改換的我們要換 我們要前進未來改變世界的新科技 588再加一 中秋節現在最後一天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預祝大家休假愉快 我們下週再會 拜拜 拜拜 本國公司與所推薦分期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直擊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